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D AIF2A或Vradio格式 我们还学习了拆词的组成 链接类型 按链接力标分类 创建链接关系和链接路径 这节课中我们即将学到创建CSS样式 使用CSS样式每号页面 重叠样式表是一系列格式设计规格 它们控制到了网页面内容的外观 使用CSS页面设计格式时 内容与表现形式是相互分开的 一页内容位于自身的HTML文件中而定义代码 表现形式的CSS规格位于另一个文件 或HTML文档的另一部分 使用CSS CSS我们可以非常弥合了并更好的看入英文的外观 从而精确的布局 认为到错语的布局和样式表 数语层叠 数语层叠是指 对同一个元素或外的页面 应用多个样式的能力 例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CSS规则来应用颜色 创建一个规则来应用编具 然后将两者运用于同一个页面中的同一个门本 可另一个样式 重提到您的外部页面团的元素 并最终创建您想要的设计 CSS要求得创建 可以统一自定网络元素的大小 自己 颜色 边框 另一个状态等效果 在CSS规则来过8中 CSS样式的设计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更为方便 使用 下面我们来创建CSS样式 首先打开一个网 我们事先编辑的网站 提供菜单窗口 CSS样式 打开CSS样式面板 根据CSS样式面板右下角的 新建CSS规则按钮 打开新建CSS规则对话框 我们看到 在选择器类型中 有三种 类 标签 高级 类 我们可以在文版方口中 在任何区域或文本中 用用类样式 如果将类样式应用于一整段文字 那么会在相应的标签中 出现class属性 该属性值即为类样式的名称 如果我们定义标签 那么重新定义 H7ML标记的默认格式 我们可以针对某个标签 来定义层叠样式表 也就是说 定义的层叠样式表 将指令用于选择的标签 例如我们为 Body和-Body标签 定义了层叠样式表 那么所有在包含Body和-Body标签的内容 将遵循定义的层叠样式表 在高级显像中 我们可以以被特定的组合标签 定义层叠叠样式表 使用ID作为属性 以保证文档 具有唯一可用的值 高级样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样式 下面我来一一解释 A-Link是设计正常状态下 链接文字的样式 A-Active设计鼠标 单击时链接的外观 A-Visit是设计访问过的链接的外观 A-Hower是设计 用鼠标放置在链接的链接上 链接的外观 下面我们来学习 为新建CFS样式 输入或选择名称 标记或选择器 其中对于自定性的样式 其名称必须与点开始 但如果没有输入改点 则GenTagler会自动参加上 自定性的样式名 可以是字母与数字的组合 但我们的点之后 必须是字母 至于重新定义HML标记 可以在标签下拉列表中 输入或选择重新定义的标记 在对于自然CFS选择器样式 可以在选择器下拉列表中 输入或选择需要的选择器 在我们的定义带样式表中 可以选择定义样式的位置 可以是新建样式表文件 或紧对该文档 单击确定按钮 如果我们选择了新建样式表文件形象 我们会弹出保存样式表文件的对话框 给样式表命名 保存后 我们会弹出 我们会弹出CFS选择定义 如果我们选择了刚刚选择了紧对该文档 单击确定后 则直接判出CFS选择定义的样式 CFS选择定义对话框中 设置CFS规则定义 主要分为 类型 背景 区块 方框 边框 列表 定位 扩展 最八个项 每个选项都可以对所选择签 做不同方面的定义 可以根据需要设定 定义完之后 单一击确定按钮 完成创建CFS样式 下面我们要学习使用CFS样式美化页面 首先我们先键 CFS样式 名称 我们首先选择选择其类型 类 名称 这样 单 定义在紧定下文档 按钮确定 担租CFS 不得定义 虽然规则定义有八项 但是我们只需要 定义我们需要的计划 在这里 我会逐一讲解 在类型中 有字体 字体可以在加拉列表 菜单列表中 选择相应的字体 大小 大小就是字号 可以直接成为数字 然后 选择单位 样式 设置文字的 样式的外观 有正常 写体 清写体 行高 有正常 还有 我们可以手工输入值 这项设置在网约制作中很常用 设置行高 可以选择正常 让计算机自动调整 红高 也可以使用数字单位 结合的形式 所以自行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单位应该和文字的单位是一致 行高的数值是包括组号数字带内的 比如 我们文字大小 计之为12项目 换行高 如果经常要创建一倍间距的话 我们的行高应该设置为24项目 认识中有正常和小型大学秘密 在英文中 大学秘密的字号 一般比较大 如果我们采用认识工的小型大学秘密 分之它 我们可以缩小大学秘密 颜色 即设置文字的色彩 背景样式的设置 这个颜色 以为选择固定颜色作为背景 图点图像 我们可以单击图览 选择图像 作为我们选择网页的背景 重复 是在制作图像 为背景的时候 可以使用指向 设置背景图像的重复方式 包括不重复 重复 横向重复 正常重复 后键 选择图像和背景的时候 可以设置图像 是否根据网页一起滚动 取评位置 设评水平的方向的位置 可以左右起 居中 右股旗 也可以输入数值 一较常用的单位 是相簿 随直位置 我们可以选择 顶部 底部 居中 也可以选择出入数值 单位 应该和选择位置的单位 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学习 区靠设置 三次真剂 是为英文当时对用真剂 一般 选择贸易退步 父母兼具 设置字母 最近的兼具 启用正值 只为增加父母 兼具 启用负值 只为减少父母 兼具 垂直对齐 其设设置对象的成续对齐方式 文本对齐 以及设置对象的文本对齐方式 文字 最后刚刚我们设计的是12像素 想创作两个中文的 作品 效果 文字作品 应该是18像素 空格 空格是原代码门 去空格的控制 选择正常 忽略原代码门 中间的所有空格 如果我们选择保留 将保留原代码中 所有的空格形式 包括空格键 Top键 Enter键 充分的空格 显示 制定是否 以及如何显示元素 显格无 则关闭 其它被设置 制定给的元素的显示 在实际空气中 很少使用 方向让式的设计 在前面 我们设置过 执强的大小 设置执强执平 和垂直方向的空格区域 设置诸相 是否有文字 反显效果等 方向设置 性不完善 封锁这些设置 在下车规则 定义 最后抗索的方向设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宽 宽即为 通过数据和单位设置 对象的高度 高通过设置和单位设置 对象的高度 浮动 实际就是文字 这种对象的 反显效果 选择 左对起 对象 选择 选择 右对起 对象 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 鱼和 清除 反显效果 清除 对象的渔测 不足有层 可以看到 选择左对起 右对起 选择 不允许出现 藏的渔测 如果要清除 藏的渔测 有层 对象 将自动移到层的下面 两者 即是指左右都无允许出现层 无是不限制它的出现 下面有填充和边界 如果对象设置的边框 填充是指边框和提供内容之间的空白区域 边界是指边框外面的空白区域 好了 所以 正下的四个CFS 规则量质内容 所需要讲解的比较多 所以 我们安排在下节课 左动讲解 通况量质设置 列表量质设置 定位量质设置 扩展量质的设置 并且 我们会讲解 CFS量质表的其他操作 让我们细续用我们的脉筋 审美再接触 踏到网页设置的完美效果 谢谢大家 整天会结束 我们下节课见